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八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 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或叫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 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 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 踏你所望 各位早晨 昨晚美股方面继续开始 因为油价升 又开始通胀的忧虑升温 令股票指数受压 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跌 跌幅大约1%左右 究竟这个调整有多大呢 我们稍后都可以看看美股的走势 以及看看油价 因为这期都比较关注 我会关注这边多一点 我们看纳100指数 虽然下跌一些 但纯粹是这几天爆升得劲的小回落 变成了就未必是好 即不是说向下 以及和港股指数比暂时就相距很远 当然这个是一个忧虑 如果你有个基本面上看 即是有个通胀加息压力看 但这个就真的好看究竟 它什么时候才消化完这些利淡 其实开始前这两天 纳粹是升穿了下降轨 以及升穿了最近的前订队 如果大家有看开 就知道它做法会是 你如果调整 你是升穿下降轨 升穿了才有个转世希望 所以为什么恒指 我看过转世看得很远 就是因为 其实你根本完全是下降轨 如果你是 我的做法会只要强势才买 其实根本就不会去 不会去看 不会去天天想究竟 究竟何时买 你中间 你会有一些短线薄反弹 但它整个大的势向下 其实就很容易 其实现在就正正是 大家那些 觉得要买 很趕着买完 其实你很快就 你不是真的坐到一个大的升浪 因为你如果说一些的 科技股 不要说小的了 你说腾讯 其实你坐得正那一下 是说倍升的 或者这两年 其实就不太久之前 因为都有去选美团 那时升得爆竟 你真的升那时 其实你就不是在看着 这些小小小小的波幅 在那里那么紧张 所以就不是一个好的时候 那就说回那个 美股只是下了一点 其实跟现在那个 中资科技股的情况 是差很远的 这些就是 你看回长的趋势 大家真的就很明显 就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 我们就想说一下油方面 因为这几天应该有说的 那就是 都看回油格和金价是破顶 因为在通胀这样的情况之下 昨天呢 美国的WTI 旗游就收升5% 在创了两个星期的新高 而布兰特旗游是升5% 突破120 如果你对比起两样东西 我不记得有没有在这里说 但肯定有在我的群组里说 因为最近也有在 每天都有做我们公司频道的直播 然后就有去做外面有些平台直播 不记得是哪一个是有说的 可以找一下 大家如果记得 这里可能没有说到这么详细 就略略有说过一下 就是如果你对比起 WTI和布兰特旗游 两样来说 是追踪布兰特旗游的ETF是好一点 还有就真的不要买错 你可能看一个商品 原来你买了一些 不是受惠油价升的油股 或者没有那么受惠 你港股里面应该比较是 真是受惠到的就是883 但真的我觉得你宁愿看一个商品 你就选一个商品ETF会直接好一点 因为不关港股还是美股 因为美股有些ETF 例如SLE 它都是追踪油股的ETF 跟追踪商品的ETF就不一样 要大家可能真的买这些ETF 就真的了解一下 不是只看名字 了解一下其实里面是持有什么 而这两方面 其实WTI是比布兰特旗游优胜 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交割点 因为WTI当时不是负油价 主要是因为WTI 主要追踪WTI的ETF就想得特别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WTI的交割地点只有一个地方 而且是实物交割 变了很多炒油的投资者 其实它只是短线投机 可能是很短炒 可能是 变了是要转合约到期的时候 因为期货其实是一个到期的合约 到期的时候 那些人就要为了不想搬一些油 回家要追踪出来 就沽到它价格低 而布兰特旗游就少一点 这个问题 当然它都会有相应的成本 但是那些人就不需要这样追踪 就是布兰特旗游 它的交割地点方便一点 有多几度 没有那么固定 没有那么麻烦 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其实它可以现金交割 就变了方便一些 其实纯粹是炒这个期货的人 人的投资者 他就不用在合约到期前 就要去一定要不问价沽 这个就是一个因素 当然现在的影响就没那么大 因为现在就不是那种极端情况 还有那些极端情况 你根本就不应该去买 你不应该去买旗游的 如果你其实你不应该做Long 你对这些商品有少少认知的话 其实根本就是 现在不是那种极端情况 所以差价未必那么大 你如果只有港股 其实你3175和3097 它们都是追踪WTI 3097就比3175好 因为它分布分得散一点 它应该包含有不同期益 分得散一点 所以对比表现就比较好 如果是追踪布兰特旗游的ETF 白狼就在说就是B&O 是不是可以有多破顶 就29左右买了些 我都是B&O 因为如果相对来说好些 但是如果你真的买了其他的 或者你真的没有 可能你听了 但是你真的没有什么用 开美股的户口 或者懒得去 刚刚刚只得港股这边 户口有钱 美股可能来买了很多其他货 因为美股这期 真的很多东西可以买 B&O也是看破顶 其实就是看布兰特旗游破顶 这一期波动性 或者对比起上来 它会稍微跑远一点 但是你如果真的 你可能买了其他都 其他都可以 3097、3175 那你都是追踪旗游的 那方向都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不是那种极端的情况 就没有那种恐怖的情况 但是最重要就是那个B&O 防守位就是3月16日的底 其实你WTI也是一样 都是看底 WTI那天的低位就是93 那你29买了一些OK 就是你更低一点 刚刚起了那两天就已经买了 那现在再上了 如果没有就要小心 和计一计防守位先 因为现在B&O是33 那天的低位是26 因为昨天再升了 你原本可能距离这个位置 15%左右 你前那天都 再早一点 当然是再低一点 就是你的潜在风险是低一点 如果它下来的时候 那现在再高了 就未买的 我觉得可以等下 会不会有个第二转 会不会有个第二转 就是是不是去到823 就是去到破顶那些位 我们回到布兰特旗游 就是会不会去到破顶那些位 有点点 它有点点难感出来 因为WTI容易找出来 多跌 那你就看看会不会去到823 会不会有些食股那些获利盆 又沽下来先 这个是一个其一 最新都已经去到123 其实是持续飙升 现在追其实就有点难追 变了比较薄一点 那就是想回防守卫先 如果以布兰特旗游来说 那个防守卫 就应该是96.93 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3月16日很低 但是就是你不是刚刚起这几天 就是你起码这三天 就是这个17、18、19 17就应该太进取了 那奇怪 你当是18、19 那你就 你不是刚刚起的时候 入呢 再标就不太好入住了 那其实现在 可以等下一转 别人的获利盆沽回来的时候 才再想 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整体几只的 由ETF也是 个别有些美股的油股 太过爆升 太过超买 也就是不太好 就是不太好追逐 那些就 那昨天就找了一个 有些data 就是关于这个 又是表现不了图 不过大家如果有去看 那些相关数的也是 找了一些data 一些研究报告出的 那就是关于油的 demand和 supply 那它的供求呢 那这个短缺 就预期是在这个 预期是这个 今年的第二季 会有一个短缺的高峰 跟着第三季应该缩回一点 然后去到第四季 应该再会有一个短缺的高峰 所以就 我们儘管看看 是不是在这个 现在刚刚原了第一季 是不是在第二季的时候 油股会先爆一爆顶 那又是跟之前一样 就是你太有急升 其实是 升得太急 就是超买 就是这样 就会 升到一个位 它会有一些获利盘出来 那你如果是很短线的 就看那一下 就吃一吃糊 但是整体 整个trend 它仍在一个 的 uptrend 在里面 那我们看看港股 现在开了市 港股 港股 现在跌208点 报21941点 那我们看到榜数 因为昨天 其实已经是看到 你见到 纳指跌回 美股跌回 那中概股都跌了 还有腾讯出了业绩 那等一下 可以看看它 即后的反应 那都已经如是应今 是低开的了 那现在暂时跌200几点 我们先去过广告 稍后看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今天的腾讯就跌3% 出完业绩之后 市场对业绩的反应 就不一样了 最新的业绩显示 腾讯2021年经调整效的 净利润是1237.88亿 同比增长1% 那这个增长 其实就不算太过强劲了 那业绩出完之后 市场反应 亦都是一样的 当然都有一些大行 就是想去撑 就是说这个盈利下行周期 或者是结束 是不是会迎来拐点 还有想起 科网的监管 是不是迎来拐点 这个拐点大家 等了很久 好像在等疫情 什么时候 迎来拐点 应该迟早会完结 等了三年都未完 所以就真的 未必太快去想这件事 如果你看到 整个大行程 就未有一个改变 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其实有些调整 是之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讯号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 就是之前 你那个叫做 突破阻力 那些阻力很远 488 那些阻力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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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不是升到488 是一路一路退下来 一路那个 你一直 升穿那个下降 下降 下降通道 那现在这个最铁的下降通道 去到401 那其实这些阻力出了 就是等于之后 你用来量度 是不是去摆上位 那 那 那如果中间是有些 反弹的那些 那你一个短线上 你可以看个小时图 今天呢 低开之后总算是有承接 我看到都很多买盘 刚才那些主动买盘 和跌幅是缩窄的 那如果你是中间买了 你指赚也好 指示也好 其实可以用362 做个防售位 好了 看看大家的留言 Conny就说了 3899 3899 他就想看一下 和3323 即是有货 怎样看 想看反弹目标 3899 的话 多少 10元 现在9.72 那你都好 就快回到家向 他破底之后 弹回 现在 叫做 差不多去到 其实这个阻力位 就是你买个位 都要小心 可能很多 好像你这些 就等着回家向 就是10.22 今天就 未上得到去 你看着会不会回落 先 还有 你小时 如果很短线 你可以参加 因为底部很远 因为底部很远 因为底部不远 底部一早已经破了 然后再下 现在是很远 你这个短线支持 就是用9.36 你如果去想 他这一转再掉头 是不是要走人 你用9.36 做一个防售位 3.3.2.3 这个也是 早前 早前我推荐这个版块 但也建议走了 就不提 我应该选择海浪水利 但其实几只他们的走势 是相似的 就是 碎年年底 今年的年头 开始炒穩真奖 炒基建 但都随着大市 很平洋 大市就大跌 他们都跌下来 这个就是 反弹了 多少钱 我再看一次 就是 10.26 现在8.99 这个情况 就不是很乐观 因为如果 你去看中国建材 现在回来公司 有一支笔 这个呢 其实那个上升 这个之前坐的上升轨 就破了 然后 你如果用压跌 你穿一个支持 是一个减货信号 就应该破 破 就是穿了很多个 如果你不是最快走 你最后看大底 大底 就是12月底 其实都破了 那情况 就不是很乐观 那他就跟大市一样 咦 跌成这样 你都捱得住 你反弹 那你就看看 现在最短线 这里 现在的区间 8.75 至9.3.8 8.75 9.3.8 就是最短线区 有人先看这里 如果他破了上去 你才说 想再反弹 就是想想回家 暂时就还站在这儿走 那 就 唯有等下了 那 就 9626 你最后防守 这个要小心 就是这次的底 7.54 最后防守位 真是 那 9626 9626 想说 可不可以进去 Cindy 整个细向下 那些 其实我不会建议 但是 你可能很短线 你看小时图 你看小时图 那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有防守 如果用这个做法 你一路 止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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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假设你这个位 就博了 其实现在你的市站位 就在这儿 所以你现在买也是一样 你就用 这个小时图 支持 223.8 做止蚀位 223.6 是对 223.6 做止蚀位 那 就 不过 我想这些 博博短 所以 为什么看小时图 因为你看短线些 尤其是 我想 听到大家的口吻 都是比较短线 我打算是 八郎就说 AAPL 怎样部署呢 好了 157 左右 买了些 可不可以长 全部都买得这么漂亮 172 1.2 升0.8% 昨晚 怎样部署呢 他都是一只 就是 他都是一只 其实 纳指这几天就破了下降轨 也都升穿一个阻力 其实 可以去想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这些 调整的情况 当然可以长线 但是 又要看你的持货能源 如果你 去到 真的很长线 NPF的角度 就可以了 因为 现在很多 NPF 有些美股基金 其实他们很多 都 头大 你Apple 其实都是 但是 你看到 长的trend 都很漂亮 如果你说 这一次 叫做这样 我先画出来 突破了下降轨 这个短线下降轨 以及突破了这个顶 这样的话 如果你用这个 当然 你一种买了 但都是一样 你就用这个底 来做一个防守 如果要去摆紫 蚀赤位 那 我一般都会带 宁愿自己靈活 操作 可能出入多了少少 那 就 Conny 他说 902 昨天好像看了 902 902 昨天真的看了 我记得 因为我自己比较少看 所以 应该是你问开的时候 才回答 902 全年营捐 全年营捐 106人民币 不怕息会不会大跌 跌了 中线上网多少 其实 因为他之前已跌下来 所以未算是因为这样而大跌 但反而一般的 你看到 这里应该有两个参考位 三个八毫三 昨天是否 昨天是在那里 还是不记得在那里 就是想说 你其中一个位置 站在11、12月底 其实已经算好 你看到很多已经破了很久 你看这些腾讯这些 如果这样看的话 你这个相对就好一点 我们又尝试看了 长的trend 他就不算是一种很 即长线强势的股份 那现在呢 你想说 中线可以上网多少 突破了4元 不可以 其实我想 投资部署 你不可以太固定 要看多久 你可以想定 但你要因应着 现实的不同情况 去做一些相应的部署 因为其实市场都 信息万变 尤其是这个就不同 刚才你说的 大股大股 美股的大股 又不是那些情况 所以要小心 究竟现实情况 会不会有一些改变 现在呢 其实它就是 这两个月的底 三个八毫三 其实它又是一个破底的形式 只是破底有少少反弹 这样的话 你第一个阻碍就是4元 第二个阻碍就是4.76元 如果你真是想 是否中线都向下破呢 两个防守位 防守位 其实防守位比上网重要 我一向都是 你一路一路 将你的防守位推高 将你的指赚位推高 所以是 其实如果它坐得顺 升得顺 你是没有一个上网目标的 你如果公司一路 一个盈利增长 其实上网空间 是不需要设限的 那 就 三个四毫二先 就是第一个防守 接着就是三个一毫四 你或者看完月线图 其实月线图 它尝试做一件底的 那 月线图 这个底就是3.08 如果这个穿了 你就小心 再破试底 就是试 疫情底 暂时 我觉得你 先守住它 这样的情况 Terry说 941就增加派息 破位追 所以 今天就是急升完 它缩了一点 这个位置 我觉得 算不算破位 都 都算的 就是2月 2月尾的顶 这个应该才是比较 重要一点 所以今天就是 反映完 冲完再缩 就不要追着 你等它下来站稳一点 就是急跌完再急升 这些很波动 而且它就刚刚急升了一大阵 所以是有些回落 有个新的防守 机会好些 因为现在的支持位 48.3 就是等于这个 range 48.3至58.6 这样 那你说现在的支持位 近些还是阻力位 就是近阻力 支持位更近阻力 其实就是 就是不好 近了就明知道 那些人会沽货 那就不要入住了 你等会 会不会 我假设 去到52.5元再去启动 那你有个这样的防守 就入了 那到时先 就像刚才说过 油 那样 那你看这个 trend 是这样的 那就是就不要立刻 咦这个肯定有支持 立刻入 我不会追求要在最低位买 你等它试完之后再起 这样就入了 那就 728 Judy 728 他就说 这就是 3.02有货 固定是等 3.02 3.01可以买 刚才说了 刚才有货的朋友都在忧虑 那你没有货就未必住了 那就 多少 3.02 3.01 跟你的买入价差不多了 你看到这么短线了 那首先我的防守位会放在2.06 OK 那如果你很短线 你看小时图 小时图你的指赚位 3.06 那赚几格的 那 Kell就说 但是如果这个位我就未必会入 1909 Kell说1909有没有货的方法呢 昨天 Kam Sir 改了危险名单 这些你要自己去 他没有那些工具给你的 因为没有人玩 你这么小 你只有19亿 谁跟你玩 那你就要自己去做那些 自己借货沽空 但是 没有人跟你玩的话 你都不是这么划 所以一般大家会做 可能做一些大一点 而且说真的 如果你说这些要去沽空 哇 就是 那么小的那些 很多都大塌 那么容易 那么容易 那么容易发达 就不会了 但是这些 其实 我记得 有一轮有人推 看起来 看起来都很厉害 有一轮 那这些这样的股份 大家就 千万千万没有长挫 那 甚至有时 很多 有时大型的都不要死渣了 那这些更加的了 那么你如果真的 你如果真的 他热炒那期 你真的有个投机的心态 想拼他继续上 那你就自己看实情况 可能跟炒一转就算了 就不 因为如果你有些 会拿这些来说 怎样看好呢 其实就很危险的了 那就 好 差不多了 那么 见到 跌幅缩窄了 跌了 跌了74点 跌了22,072点 那我们节目时间到这里 待会 中午 再和大家看市 拜拜